当你在荒芜人烟的野外时,没有工具,没有熟食,这时你又该如何生存下去,那么钻木取火就是你必须要get的方法。 今天小编带你们来学习如何钻木取火。 视频中这种钻木取火方法是弓弦钻木法,原理是在有凹槽的木头里,用像弓箭一样的工具,快速拉动,这样就能有火花产生了。 所以需要制作两样东西,一个是下面的有凹槽的钻板,一个是像弓箭一样的工具,首先要准备一块干燥的长木板,和树根干燥的圆柱木条,然后将木板进行切割,摆成钻板的样子,然后在竖着的那个木板上钻个洞,钻板就完成了。 接下来制作弓箭工具,首先要把钻木的木棍的一端磨成尖头,然后再用绳子和木棍捆绑成一个弓箭似的工具。 这个方法你们get了吗?赶紧来动手学习吧,这样在野外生存也不怕了。